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中国宣称在年底前将会有6亿只疫苗上市 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 忧心台湾疫苗进度 批民进党反中 沉溺于关起门来做三大王的快感 而网友就酸说 那么请连胜文先打中国疫苗再来分享 连胜文今天就说 如果台湾有有效的疫苗 绝对会第一个施打 但目前看来政府不会进口中国疫苗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则反向说 那是因为中国很多讯息不确实 也没有公开透明 如果台湾要是有这个有效的疫苗 我绝对第一个打 如果有疫苗一定会去打 连胜文为此杠上蔡政府 因为中国宣称年底前将有6亿只新冠疫苗上市 抢民进党不断改口疫苗取得时机 又因为反中意识形态 否认中国疫苗的效力 沉溺于关起门来做三大王的快感 中不要再殖民于大内宣所带来的欢乐 睁开眼睛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吧 中国很多信息并不确实也没有公开透明 我们都有寻一定的管道 而且已经有确确的数字 我们也有相当的把握 那总是以保护国人健康第一 当然我们不是专家嘛 但是我们上网看看外国报导 他总是会给你一些资讯嘛 我想这个东西都有一些资料可以去看读的 也不用说是由他来一个人来决定吧 早在初期购买疫苗时 卫福部长陈时中就定调 不会购买中国疫苗 不过连胜文却发文利品 我有狂酸 那你先打好了 打完再来跟大家分享 疫苗手中科学根据跟安全 如今增添的意识形态政治话题 吵不完 记得中后报道